本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讲述了纽约黑手党血腥的江湖恩怨 把所谓的江湖道义还原为人性的丑陋和贪婪 亨利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又是个不爱学习经常逃课的孩子 他喜欢和小混混待在一起 做一些在那个年龄看起来很酷的事情 例如在同龄人面前开车 即使坐在车里方向盘能够把他整个人挡住 也丝毫不影响他装酷 他早就意识到自己不是学习那块料 好在他并不是死心眼换了一条路 直播这条路充满了艰辛 一不小心就要吃老饭 他逃课不上学 每天游走在黑帮之间 为他们跑腿一美元一美元去赚 对于孩子来说 这比打工轻松多了 很快他逃课的事情被父亲知道了 学校的信寄到他的家里 每次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 不过他早已习义为常 迫于对父亲的恐惧 他想放弃自己的事业 可他是个不错的跑腿的 黑帮头目保利不想失去他 帮他狠狠教训了邮递员 自此学校的信再也没有寄到家里 他也可以安心的为保利跑腿 13岁的时候 他已经比街区很多人挣的钱都要多 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 能够一身名牌西装革履出现在家门口 向别人炫耀自己是多么的成功 然而无论他在外面是多么的光鲜亮丽 他都只不过是保利的跑腿 还是要在披萨店里辛苦干上一天 服务来到这里的各种人 他也在这里劫持了机密 他是一个在二十几岁就名震四方的人物 他处处阔处 进到店里就疯狂给小费 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亨利二十美金 机密的主要工作就是杀人 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偷东西 并且专手将这些东西卖给别人 很快亨利就帮他做起了事情 帮他把偷来的整车香烟卖出去 生意太好 引来别人的注意 亨利倒卖香烟被抓 可他在法庭上并没有出卖所有人 一个人担下了所有的罪责 原本以为搞砸一切的亨利 却意外收获大家的赏识 再可以帮第一次被捕 意味着他已经成人 大家被他举办成人礼 很快他便长大了 凭借着几年初次的表现 已经成为黑帮的骨干成员 不用在披萨店里辛苦服务别人 而是直接参与到政务的谋划 享受金钱带来的快感 到目前为止 亨利很享受他的生活 永远都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即使不用去抢 钱也会自动送上门来 那些想要寻求庇护的人 都必须上交足额的保护费 只要是黑帮的一员就能分到一杯缸 他们会把寻求保护的人压榨得一分不胜 这个年纪正是亨利干事业大好时候 他没有心思谈恋爱 更不会多看女人一眼 而他的搭档汤米 是个爱情事业脸不悟的人 女友的家训是不能单独出来约会 必须要和自己的闺蜜一起来 三个人约会有些诡异 让亨利来冲人头 整个晚上他只盯着表 抽了烟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干脆直接放鸽子 让卡伦独自当电灯袍 卡伦早已被这个一言不发 又有些帅气的小伙所吸引 对于亨利的爽约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前去理论 亨利也被他真性情所深深吸引 那双迷人的眼睛让他再也逃不开 很快两个人变相爱了 他用金钱搞到一些特权 能让事业生在大排长龙餐厅 专门给他设置一张最靠近舞台的桌子 并送上最好的酒 在女朋友面前耍尽了威风 他如此大手笔 让女友不由地想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亨利不会告诉卡伦他的工作 毕竟没有哪个女孩喜欢每天和监狱打交道的男人 然而卡伦也不是个普通的女孩 他从不关心亨利是干什么的 只管享受其中 一天他打电话给亨利 他被别人骚扰 亨利放下了工作 就飞奔到女友身边 狠狠揍了那个欺负他的男人 当亨利把枪交到他手上 他觉得很刺激 并认定一定要嫁给这个男孩 很快他们举办了婚礼 成为黑帮家人的一员 此时他根本不明白 作为黑帮家人要做些什么 婚后的生活不尽人意 亨利常常夜不归宿 争吵更是家常便饭 卡伦能够做的只有等待 他也逐渐明白 亨利做的是违法的事情 也会担心某天他会被抓走 可每次都会被亨利说服 慢慢的他开始认同亨利的工作 和医生律师没有什么区别 他也是在工作 多偷多抢才能够多赚钱 也明白身为黑帮家人的意义 在警察上门搜查的时候 有个人开门 卡伦从不大喊大叫 总是很有礼貌将警察请进来 无论他们搜到什么 只需要美金就能打发 他享受亨利给他带来的美好生活 甚至支持他这么做 并对他所作所为感到骄傲 只醉金迷挥霍无度 只要他能够扮演好妻子的角色 就能得到一切 亨利的事业蒸蒸日上 在外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他和金迷汤米组成铁三角 不管做什么事情 他们三个人都在一起 三人约在酒吧喝酒 遇到了比利 只要是个口无遮览 也喜欢侮辱人的家伙 他当着汤米的面 不依不饶地嘲讽他 趁着他落单的时候一起解决了他 这是亨利第一次看到杀人的场面 他不敢想象 仅仅是因为几句话就要杀死一个人 不过很快他就冷静下来 帮他们一起处理了后事 将比利埋在荒郊的一棵树下 在黑帮就要和所有人搞好关系 尽量不要招惹任何麻烦 不然只有暴食荒眼的份 他们杀了人也不会有任何负罪感 依旧能够开心的吃热夜宵 黑帮杀人司空见惯 有的人早已麻布 动不动就会来一场火兵 他们常常要制定严格的规则来约束他们 比利的身份比较高 不能随便杀死的 他们必须守护好这个秘密 不然死的就是自己 如今的亨利越来越享受 金钱给他带来的愉快 他也像其他人一样 星期五留给女友 星期六留给妻子 还将女友安排在离家不远的公寓里 这样他就能和女友随时见面 亨利和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短 他们两人之间只剩下争吵 卡伦发现了亨利的背叛 发疯似的想杀了他 爱情的破灭婚姻成了牢笼 他就像一只金丝雀 想要离开获得自由 却又使得金钱带来享受 不离开就只能继续忍受背叛 只福一日的孤独等待 让他的精神饱受折磨 黑帮也需要一个婚姻来维持他们的形象 至少在警察调查时 有个开门的人 亨利回到了卡伦的身边 但已不再是那个 一通电话就能飞奔而来少年 两天后 亨利和基米去收债 他们殴打了欠债人 还险些将这个人喂老虎 巧的是欠债人的姐姐 竟然是FBI打资源 他们回到城里时 已经是家喻互想的坏蛋了 欠债人的姐姐在媒体面前 哭哭啼啼 赢得大众的同情 监狱舆论的风波 亨利和基米两个人被判了十年 保利也因为妙视法庭被判了一年 虽然他们身在监狱 可依旧不影响他们享受 只要有钱 在哪里都是天堂 亨利更是在监狱里面大发横财 贩卖违禁物品 这种东西在监狱里面很受欢迎 他就能够狠狠地赚上一笔 亨利在监狱的直断日子里 卡伦受尽了冷眼 之前和他称兄道弟的人 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助他 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还要为生机奔波 十分的辛苦 他最期待的日子就是探监狱 可每次和亨利见面都会争吵 他不愿意让情人来看亨利 越是发脾气 就越让亨利厌恶 为了能够让卡伦安心地为自己带原料 他承诺不再和情人见面 四年之后 亨利从监狱里面出来 凭借这几年在监狱做的生意 妻女又过上了好日子 夫妻两个的感情也好了不少 贩卖围禁物品毕竟是条显路 宝利让他别再沾手 离吉米和汤米那些人远一点 吉米很能赚钱 但是喜欢冒险 汤米很有能力 可太义取用事 他早晚都会被这些人给害死 巨大的利益让亨利难以收手 表面上答应了宝利 背地里却干起更大的买卖 他找到一个新的情人 以他家做掩护 大量生产围禁药品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只要和钱占编的买卖 他们都会做 不仅是违禁物品的生意 他们打算抢劫航空公司 几百万美元将空运而来 干完这一次 他们便可以退休 他们的计划十分的周密 分工明确 汤米负责抓住门为 逼他打开大门 其他人负责把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 同时又雇佣一个司机 万事举备只差飞机到来 与此同时 亨利也忙着他的违禁物品的事业 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人 帮他运出货物 只有连婴儿都能成为他的快递员 很快 亨利就听到电台播报 飞机被劫持 六百万美元被盗 他们全部都发财了 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杯羹 买炮车 买豪华的衣服 恨不得把全世界的东西都买下来 这样高调的宣服 让吉米很是生气 他害怕被联邦调查局发现 从而使大家都遇到麻烦 规劝大家低调点 怕什么来什么 负责开车的人 没有按计划将车给处理掉 警方找到了上面的指纹 他们就会找到开车的人 于是汤米就将开车人给处理掉了 汤米的硬狠毒辣得到高层的赏识 他就要加入黑手党成为吉米的上司 一切都在往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吉米却十分的不安 他们没有给最初的策划人莫里的钱 五十万相对于六百万来说 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即便是这样 吉米也不愿出 莫里并不是专业的黑帮 和他们不一样 他是一个精英理发店的人 只不过欠了他们的钱 和他们有了来往 他们怕莫里没有钱而坏事 让亨利将他给约了出来 亨利明白他的意思 他就是要杀死莫里 他试图去阻止 然而他根本就扭转不了这一切 将莫里骗进车里 短短几秒钟就杀死了他 吉米不仅干掉了莫里 他想把每一个参加结案的人都给杀死 不过这并不关亨利什么事情 他并没有参与抢劫 只是跑了个腿 想要将钱评分是不可能的 所有拿了钱的人都要死 那些人的死悄无声息 有的在跑车里 有的死在垃圾车里 有的和冷冻猪肉在一起 都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生活仿佛在朝着他们想象的方向发展 然而这中间又出现了差错 汤米进入黑手党第一天 就被杀死了 他们是比利的手下 专门报仇而来 比利是黑手党的成员 而汤米不是 自己的人死得不明不白 他们当然会调查清楚 面对黑手党的报复 吉米和亨利什么都做不了 又过几年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生意做得这么大 他总是不放心 不管他什么时候出去去干什么 都会有一架直升机紧紧的跟着他 即便如此 他还是铤而走险做他的生意 让全部的家人帮他的忙 看似是家庭聚会 实则是发动全家人制造违禁品 每天出门都会观察 是否有直升机跟着他们 每次交易都会甩开天上的眼睛 而家里人不会像他那样小心 尽管在餐厅主 他们不要在家里的电话进行交易 可有人还是用家里的电话打给客户 汤米在贩卖违禁物品的同时 也在吸食 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 做什么都没有精神 吸食的量也越来越多 他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 运送货物的路易有一个癖好 每次出发前他都会戴上帽子 他认为那是他的幸运帽 也正因为这顶帽子 他们都被送进了监狱 他们两个回家拿帽子的路上被抓 持日前跟踪他们的飞机是缉毒组的 他们跟了他一个月掌握了所有证据 亨利被抓也让保利知道 他贩卖违禁物品的事情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背叛自己的人 他让妻子尽快将他保释了出去 在监狱里面他很有可能死得更快 一切都没有了 没有钱 没有违禁品 他翻不了身 还要担心自己随时被灭口 他去求保利帮自己 而保利警告过他不让他碰 他就是不听 他不愿意帮助一个违背自己命令的人 保利只给了他三千两百块 就和他彻底断绝了关系 亨利突然意识到 原来自己在保利那里一文不值 这么多年为他卖命 到求来只有这么点钱 这是何其悲哀的结果呢 他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他又能去哪呢 哪里又是安全的 他找到基米商量对策 可是基米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让他不要把自己给供出去 并想要借机除掉他 现在的亨利走投无路 只能选择和警方合作 转为污点证人 接受证人的保护 也是时候和他们彻底决裂了 这一次亨利在法庭上供出所有人的罪行 基米和保利以及黑帮成员 都受到法律的制裁 他只对基米的生活也到此结束 故事也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名为好家伙 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与其说它是一部电影 不如说它是一个人自书 这些人都是真实存在过的 都曾是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 最终他们都在监狱度过了一生 富足豪华的生活人人都想拥有 抗非法手段获取的财富终将消失 无论你做过什么 最终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直到电影上映 亨利还在接受证人的保护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